我认为我们提供的这个环境是刺激青少年勇气探索的这种决心 包括他们能够在这能感受到原来航天员这个职业如果我想在火星有一天生存下来 是很难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不是想着它光是热爱航天 我们希望它是通过对火星模拟生活的感受 能唤起它们对现在地球能有的生活的珍惜和保护 感谢观看